我是在萬里出席大學 但是我如果說在那時 我很小的時候 還沒突出的時候 特別我如果說 每年過年都要回來拜拜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回到故鄉金山萬里 第一站選在從小拜到大的家廟 金山成天宮 輔選立委賴比喻 如果以主任委員的身份 不是我們新田宮的主任委員 新田宮的主任委員是這尊 回到老家心情很是放鬆 跟鄉親拔甘情 要擔心的佈置立委 還有自身選情 根據最新民道賴清德 三十三Percent穩居第一 領先柯文哲跟侯友宜 在野整合焦灼 但賴清德受到黨內立委 趙天林桃色風波影響 女性支持度少了八個百分點 也呈隱憂 侯正營副造極人 謝龍介更點名 賴清德跟八八槍擊案 主席王文哲 說關係很好 大家可以回台南打聽看看 王文忠最好的朋友就李全教 第二好的朋友就是謝龍介 謝龍介不必魚目粉珠 不只藍營攻擊 中國國台辦批評賴清德 是台獨瘋子 台獨騙子 還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法 台灣甚至被點名納入 中國的法律是沒有權利 給予台灣人民 這是普通常識 我覺得中國這樣的做法 有失國格 也有傷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台海安全牽動世界局勢 賴清德強調和平穩定 中國沒聽進去 賴清德還得在內游外患中 立憑2024 先日紅雲版住宿區安小組 新北報道